臺南昨天一口氣新增了八起確診個案 那麼為此臺南是衛生局 就在這一家八口染疫的高風險 林里設立了兩處大型社區篩檢站 有沒有現場到的 沒有拿到號碼牌 安南八人家族群聚染疫 是否隔天在當地兩處高風險的林里 設立社區篩檢站 不少民眾貿易前往做採檢 要堵住隱形傳播鏈 預計三天就要把匡列的一百多人 全部採檢完畢 針對這個確診者 他們家周邊的距離 除了擴大篩檢 第一時間市府也安排環保局 前往安南區和北區 確診者的足跡消毒 這一次安南爆發了家族群聚 最先開始是案一四六八三 六十多歲的外祖父 接著同住的妻子 孫子 孫女 二女兒 三女兒等 都接連確診 一家八口染疫 感染源究竟怎麼來的 衛生局不排除同住的親戚 曾到過彰化熱區 他在最早的時候有到熱區的彰化去過 感染源是不是來自彰化的熱區 衛生局把染疫一家八口的檢體 送到中央實驗室做病毒基因定序 另外為了協助往後盡速找出社區潛在感染源 市府也把一萬份的快篩試劑 送到基層診所 只要有疑似個案就做裁檢 而陽性的話就立刻做PCR 避免感染力擴大 記者 亞文華 台南報導 第四 Alaska 第四 Alaska 第四碼 把問題給第三 Always breaker 剪輪 獲